6月30号举办动土仪式 兴建快一个月的时间 书午终于完成了 而书号上午举办引交典礼 这是新竹坚实乡 新乐国小发足意气的 北科大和中华大学建筑系的大专生 跟部落以及校方共同讨论后 设计恫吓当地太阳族文化元素的书屋 能够跟我们部落的文化 跟整个草地的结合 很棒的一个建筑 新乐国小校长感谢 一族团队的用心 让新乐国小的师生 有不一样的校园环境 可希望学校的孩子 透过新的学习空间 增加对学习的兴趣 这次共有35位大专生 投入义竹的工作 希望可以让大家感受到 义竹也可以跟当地的环境结合 那我们的同学他所接触的 不是只有专业上的一个弱势 他所接触的是 在整个做中学过程当中 他跟社区部落的人民 社区部落的一个情感 他如何去发现在整个构筑过程当中 但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沟通 所需要的是一个了解 当我们有经过这个 实作的过程的时候 你会知道说 每一个细节 他要注意什么 这个东西要怎么盖出来 校长表示 9月1号新学期的开学典礼上 会向师生特别介绍 这个校园内的新的活动空间 记者比林乌溜 新竹坚实采访报道 鸠童坚实采访报道